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蛋糕糕 今天想给大家录一期 就是现在各个视频网站上面的阿谷主都在尝试的火鸡面挑战 大家好呀 现在面已经煮好了 为了吃这个面 因为我听说特别辣 虽然说我是胡佳人 但是我 因为在外地待了这么久 所以我觉得我吃辣能力也退化了 于是我准备了一杯冰牛奶 然后还有一杯温开水这个样子 以防的 因为听说就是这个 这个辣还是很可以的 然后首先我要把这个 这个酱给挤到这个面条里去 这个酱感觉很香 没有一点点辣椒的强度 我觉得这种辣其实还蛮可怕的 感觉这种杀人鱼型的辣 然后它这边还有配这个 应该是海 紫菜跟那个 跟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边好像还有配紫菜跟芝麻 所以 我先把这个初步先搅匀一下 打哒 面现在好了 好紧张啊 要开始吃了 一开始说就是有小伙伴跟我说 要我直播吃 我怕我翻车 所以还是不直播 嗯 味道是能很浓郁的 完了我第一口就吃到辣味了 好紧张 我开始打嗝了 我空腹吃了就会打嗝 好难受 天呐 第二口就开始出汗 我好惨 对不起 你打湖南我给你丢脸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现在已经能感觉到辣度了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辣度应该是 就到那种你要喝水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配这种屁辣好辣哦 太流鼻涕了 也不敢吃 召星买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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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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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的媽 你 我 小 我去洗個鼻涕 好了好了 我現在嘴巴已經拉腫了 然後這個地方都開始出汗了 然後這個地方都開始出汗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再也不說自己是紅袋人了 我配不到紅袋人的三個次 好快喔 倒定了 可以了 這個麵確實 我不能夠停止喝牛奶 OK 好了跟大家反饋一下 首先交代一下我情況 我在湖南上學 就是一直住在古南的時候 我吃辣是屬於中等的 就是說不是很厲害 但是也不是很low 但是 然後在南京收穫四年之後 我有明顯感覺 我吃辣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 然後呢 來英國這邊也收穫了一年 我吃辣 我還得喝 就這個 好了我回來了 我現在應該已經 喝了 回了一半的血吧 唉算了道歉沒說 麵是好吃的 辣是挺辣的 我覺得我也挺菜的 就是今天我 終於知道自己 在吃辣這條路上 優积經濟了 然後 還蠻好玩的 之後我吃這個 應該不會把所有的醬 我一次性加進去 大概加 我覺得大概加一半的醬就好 然後很慶幸 我現在 還好沒有直播 因為如果直播了 那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翻車 反正 二十二號之後我回湖南 我要 繼續挑戰 挑戰 看看我 我吃 就是在湖南 吃完了一趟 然後回英國之後 我能不能夠 繼續Handle這個麵條 到時候如果 有進展 再跟微博還是在看展展 給你們會吧 好啦今天視頻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比心 再聊 到時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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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